嗨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全球趨勢新聞 我是洪梨恩 有科學家在緬甸發現了一種 這種靈長類的新物種叫做波巴葉猴 而據了解呢 這個新物種在地球 已經至少是存在了100萬年 波巴葉猴呢 它的腹部呈現灰棕色還有白色 手的毛髮是黑色 尾巴有將近一公尺 比身體還要長 重量大約是8公斤 由於這農地的擴張 非法還有不可持續性的一些林業開採 也導致這種體型輕巧的樹漆動物 目前數量是非常的少 已經瀕臨滅絕了 而說到這個新的物種 還記得澳洲去年9月 是遭受到了歷史性的野火熔膩 當時導致了無數的野生動物 失去了性命 但想不到這場野火呢 確實也催生出了新的研究 原來就在當局呢 帶頭來重建保育的時候 科學家就發現了大地呢 這是當地呀 這平為的大型的滑翔有帶動物哦 大帶無 它呢並不是單一物種哦 它其實是由三種同屬不同種的物種構成的 嚴峻的野火導致廣泛的七地式上屍 還有大量的動物死亡 但是卻讓人類越來越重視遺傳多樣性 還有物種的結構 也算是另外一種意外收穫 好 一樓馬斯克的這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呢 SpaceX 為了要定期呢 是載送太空人 所研發出來的飛龍號太空船 還有獵鷹9號火箭 10號是獲得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正式認證了 認證為安全載具 這也是NASA成立太空梭計劃近40年來 第一次對於民間公司的開發系統核發認證 而在認證之後呢 14號SpaceX的火箭還有太空船 就要執行首次的任務 準備呢是在4名太空人前往到國際太空站 執行為期6個月的任務 4名太空人在基地測試機器與裝備 他們準備飛的不是NASA的太空船 而是民營航太製造商SpaceX所研發的火箭 這是SpaceX的火箭被NASA認證為安全載具之後的首要任務 今天我們都是在這件事動部的開發系統 這次發展我們在它轉移物飛機的作用 而且我們是在這次的市場 在一位客廳的一位客廳 在低地規短光的大金颱 我們是我們開始護腦去飛機的飛機 毫無錯,每次飛行是測試飛行 但我們也必須經常去到國際空間 NASA太空縮在2011年全數退役 美國為了讓太空人登上國際太空站 付給俄羅斯每名太空人8000萬美元代價 如今NASA認證SpaceX的太空船為安全載具 等於結束美國對俄國的依賴 讓美國之火箭和太空船回歸到美國本土執行任務 以後上太空的成本也能降到每名太空人5500萬美元 對NASA和SpaceX來說都是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會開始這個新的時代 我們會從美國的地域和商業夥伴侶 像是SpaceX 所以我們很興奮在這裏 這次準備升空的太空人有女性黑人跟亞裔 SpaceX執行長馬斯克也表示感謝NASA的持續協助 未來也會更有信心 這次準備升空的太空人有女性黑人跟亞裔 SpaceX執行長馬斯克也表示感謝NASA的持續協助 未來也會更有信心將繼續實現登陸月球到火星旅行 甚至讓人類移居其他星球的任務 貿易戰不只是中美打的火熱 現在歐盟也正在推動對價值將近是有4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來加徵關稅計劃 這是為了要來反制美國非法補貼自家的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 一年前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以空中巴士獲得了政府補助為由 授權美國對價值75億美元的歐盟疏美產品加徵關稅 而這些產品包含高單價的Cheese、單衣、麥芽、威士忌 還有法國紅酒等等 而一年前在WTO對於空中巴士案做出裁決之後 美國對於歐盟的商品就施加了關稅 一年後的現在WTO也對波音案是做出了裁決 讓歐盟對於美國的商品是施加關稅 歐盟上個月他就是公布了對美國加徵關稅 他的初步清單包含呢像是冷凍的魚貝類 甘果、煙草還有萊姆酒跟福特加、手提包以及 汽車零件等等 不過呢到目前為止啊這個美國總統川普呢 目前都是採取貿易立場是比較強硬的 歐盟對於美國的新總統當選人拜登在執政之後 立場是抱持了希望 絕對希望美國的貿易立場呢 會可能因為執政者的不同而有所軟化 來關心到的是香港的議題喔 從7月的港版國安法推出以來呢 中國跟港府是聯手打壓 逮捕黎智英還有黃之鋒等民運人士 截至10月底呢香港政府已經用了國安法 逮捕了1萬多人起訴2300多人 11月11號香港政府又宣布了要按照呢 當天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 使得國會當中有4名民主派人士的議員資格 這樣的舉動也引起了國會中 其他民主派人士的不滿 決定在12號是集體請辭以示抗議 19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手牽著手 為了抗議中國與香港政府的打壓 他們決定在12號集體請辭 成一國兩制已經正式結束 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there are separation of power under the stipulation of the basic law but today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mply say that all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will be taken away and all the power will be centralized i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course chief executive is the puppe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as a result that is the basic argument why we say that today is the end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but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we stand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fight for democracy in the long run and today we will resign from opposition because our partners our colleagues are being disqualifi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uthless move and they found no reason at all to disqualify our colleagues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11號閉幕 其中通過的一項決定 就是根據中國憲法與香港國安法 持奪香港立法會中四名民主派議員的身份 理由是認為這四人在做決策時 逢中必反 立場偏頗 無法履行議員職責 反對人士批評 這舉動根本是中國的政治打壓 試圖壓制異議分子 I think that's a ludicrous allegation and I don't think they actually believe it in their minds you know we are just peaceful lawful citizens and also of course we are lawmakers we were lawmakers and we were following the basic law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e believe and we try for a long time to mak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ork unfortunately has not pan out the way we've hoped but to say that we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I think that is a bit ludicrous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因爲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於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 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 或者具有其它危害國家安全等的行為 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中國的這項決定引來各國的批評 德國發聲明強調 香港人享有自由與自治的權利 中國應該給予尊重 而原本以為在大選之後 會暫時停止制裁中港的美國 9號再次宣布制裁中港官員 11號還針對此事件 承諾再推出新一波制裁名單 懲治扼殺香港自由的相關官員 熱帶風暴伊塔是肆虐了墨西哥 墨西哥灣的沿岸 塔巴斯科州的洪災已經造成了9個人死亡 並且迫使大約只有9000名的居民撤離房屋 當地的居民表示說 這次的洪災是過去5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這次是很大的壓力 把家庭壞掉了 因為被撤掉了 然後我們已經被撤掉 而10月底的這個颱風天鵝 在這個菲律賓造成了25人上升 6個人至今下落不明 在嚴重死傷還有破壞之後 12號又有面臨到了颱風繁高的登陸了 當地官員甚至表示說 他們只恢復了1% 現在又要遭受另一股颱風的威脅 根據統計 菲律賓每年平均會遭受大約是有20次的颱風 還有暴風雨的侵襲 目前這海軍空軍還有陸軍 都保持了高度的戒備狀態 並且在這高風險的地區 是再次部署了災害因應小組 11號已經有將近19萬的村民是進行疏散 希望可以將傷亡降到最低 好來看到的是歷史上的今天 帶你回到了1990年的日本 前任的天皇名人在這一天完成了登基儀式 並且成為了第一個把天皇登基大典 從古都京都改到首都東京來舉行的天皇 名人天皇出生在日本政局最動盪的年代1933年 當時他的父親昭和天皇正是準備要跟德國一起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 天皇的十全也遭到了剝奪 成為了日本的精神象徵代表 1989年昭和天皇是駕崩了 獨子名人天皇就立刻繼位 日本的年後也從昭和改成了平城 而名人在位之後積極來參與公眾的事務 代表日本是參訪各國 也歷經了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還有2011年的311大地震 直到2019年他正式退位 傳位給了兒子德仁 這國號才改為現在的令和 感謝您的加入喔 以上是我們這一串的國際新聞 我們下次見